裡面有畫的東西都是動物 完全沒有人 因為我試圖用一種比較隱喻的方式 去呈現一種對比 談起畫中 創作核心 有即時時是漫畫創作職人之稱的 北一大副校長邱顯勳 眼神中的堅毅 展露無遺 而讓他請全力創作 也視為驕傲的作品 就是這個以台灣史為主題的 諷刺畫爆突擊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漫畫 而且是一個點撞的 一件一件事情 然後用一張一張的話來串連 我覺得這是一個 親近台灣歷史最好的一種方式 1990年代留學法國的邱顯勳 無意間閱讀到史明先生的 台灣人400年史受到啟發 加上在巴黎街頭看到 諷刺風格海報 讓他使之畫出屬於台灣的漫畫作品 費時多年 終於完成專屬台灣 這塊土地下的歷史圖像 全書收錄了310幅從16世紀到228事件的全才諷刺畫 我覺得那種景象很像說 我給你一串鑰匙 然後你自己去開那個門 那門後面其實還有很多的東西 值得你去研究去探討 仔細探究一幅幅歷史 單個漫畫 鮮艷色彩 誇張扭曲的人物特徵 以及畫龍點睛的文字 諷刺意味十足 遠方世新許多年輕人駐足 台灣人可以更知道一些 以前歷史的小細節吧 然後可以融入在當時的社會情景下 因為我最近才剛從外國回來 所以就是看到那些圖畫的時候 會蠻想要跟我外國的朋友去分享 每一張圖就是一個切入點 除了吸引閱讀者的好奇心 也能讓人更了解台灣歷史 展覽從即日起到9月1日免費展出 台灣400年來歷史文化洗禮 從畫作中就可以一探究竟 歡迎新聞 陳欣彥 楊芷玉 台北報導